记者林亦如,台北报道林柏红在《小女花不器》饰演霸道东方时,对花不器林依晨是一见钟情,为了追求她无所不用其极,甚至只要女方喜欢谁,她不择手段下毒威胁,角色争一级大,目前她脱下古装出席活动差很大,传郎笑容一改剧中邪魅使坏的眼神,好感瞬间加分,更让不少人惊呼这是她,东方时由林柏红出演, 脱下古装差很多 图,翻设爱奇艺,记者黄克祥设花不器林依晨是和陈玉张彬彬是彼此相爱,但两人都各有爱慕者东 方时林柏红是集柳青吴黄新帝是,上周播出四人在沙漠中互相争风吃醋片段,这周剧情更是高潮迭起 中方时科斯普来连依克去试探花不器,知道毕罗天完整秘密,得知祖父要杀花不器后,从阵 经到爆发,隐忍不甘,最后变得压抑甚至哀求,短短几分钟情绪的转折标系,让网友狂圈粉 林柏红时装跟古装差很大 图,翻设自Facebook,林柏红林柏红曾喊言,角色一开始让人觉得很反感,动不动就绑别人回家 但之后大家看到东方时没有恶意,甚至很专情,所以开始喜欢她 她也分析这角色,这角色从来没有追过不喜欢她的女生,没有遇到这么棘手对象,所以会不知道如何面对 至于网友傅婷,她调试得很好,笑说会选择性阅读 柳青如迟迟得不到陈玉的爱 图,周子娱乐提供此外,王新帝所饰演的柳青如,迟迟得不到陈玉的爱 立场买醉向陈玉告白的细哭的像个类人儿,甚至想绑架花骨气把她卖到妓院 一连串看似失控行为,但又让人对这角色觉得有点同情,王新帝自己看了波 朱远写下,在坏的女人遇到爱情,也许没辙,她甚至不介意大家讨厌柳青如,因为她在演的时候就是想塑造这个人物活生生的情感 只是偏偏这个角色的最大致命伤就是爱不对人,才会一直在爱错之中想找寻一丝认同感